因应杜苏瑞台风来势汹汹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相关单位 做好加强防台整备工作 相关移动式抽水机 抽水站 制洪池等防汛资材 也都已经完成整备 呼吁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加强防范 经过没有防台 所以有防台在外就很恐怖 所以在这里保佑我们的乡亲 我们要及早包 我们家里面前后的水沟 要快点先来清疏一下 管建府这边包括我们的水资处 包括我们相关的单位 已经对我们防台的部分 已经做好相关的一个因应 也在这边极端气候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真的会有非常豪大雨来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这个过程中务必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来家里面楼上的排水沟也要清一下 然后我们一些可能会造成 这个下来的这些看棒等等 还是请大家都务必一定要现在再检视一次 确保我们的安全 深港 陆港 方苑 大城等领海乡镇 部分地区属于地层下陷的低洼区域 每逢外海涨潮时内水便难以排出容易积淹水 必须靠抽水站以机械方式排水 所以抽水站正常运作 对沿海地区排水系统十分重要 彰化县除了既有的八处抽水站外 本年度又已新建了三座 加入排除积淹水作业 避免灾害发生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